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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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高雄静思堂地下停车厂 成了物资集中厂 志工都成了搬运工 会辛苦吗 不 很欢迎 是怎么欢迎 通满发行 今天的行程就是 沿丞集中校国小 沿丞国小 光荣国小还有沿丞国 中四个学校 环保车满载生活物资跟白女 志工足迹遍布高雄 38个行政区 让我们感到很温馨 感谢慈继的师姑 师姐花时间来学校 感谢我们的慈继基金会 提供我们学生 有这么好的一个物资 志工家里的货车 也变成宅配车 想给一种 这种造出他们的身体 这种人是要造出他们的身体 这些人都要造出他们的身体 还有一个上人的助理 我们大家彼此互相感恩 可能有困难的家庭 或是学生 这样子的社会资源 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学校护理人员拿出椅子当推车 为助学生他立即行动 身心平安 最大的 这个时候非常贴心 不管是身体上心理上的平安 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富有 社区结合学校 然后我们一起把孩子们 往好的方向去做带动 装满祝福的安心生活乡 志工足以送到各级学校 让爱陪伴学子成长 大爱新闻 真下美志工 高雄综合报道